茗玉就先告退了 站住 朕什么意思 你不清楚吗 朕心里怎么想的 你就感受不到吗 茗玉不敢轻易揣测陛下的心思 那好 你给朕仔细听好了 朕心里只有你 只在乎你 你要是说出一个步子 哪怕是咒一下眉 朕立马让婉英 出了这永宁殿 甚至出了这皇宫 让它永远消失在你面前 陛下 朕说到做到 臣妾真不敢相信 陛下原来是这般心思 像你这般蹊跷玲珑星 难道不知早就看出来了 你与朕 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 不就是想让朕 说出刚才那番话吗 茗玉 朕已经给你很多台阶下了 莫要在考验朕的耐心 陛下 从头到尾 玩欲擒故纵把戏的 恐怕不是臣妾吧 莫非陛下 只是把姐姐当作 考验茗玉的工具 陛下 太让臣妾失望了 陛下 陛下你知道吗 男人和女人之间 不光有考验与被考验 征服与臣服 是要一片真心相待的 如果陛下这是当姐姐 是试探臣妾的工具 那未免也太残忍无情了吧 无情 你居然说朕无情 朕对你还不够柔情吗 那姐姐呢 姐姐又算什么呢 姐姐对陛下一片真心 她是那么单纯的女子 陛下怎么忍心辜负她 若是陛下对姐姐 没存着这份心思 那茗玉斗胆请陛下 把姐姐送回去 茗玉告退 都拿进去吧 是 都慢点啊 弄坏了 有你们好受的 陛下到 老秦遥 给你 把她的 一把 你 你 要 你 陛下 你和茗玉说的那些话 婉姨都听到了 原本以为 我是最幸运的人 知遇陛下 得陛下的宠爱 但陛下所做的一切 只为得到茗玉的心 婉姨不过就是个棋子而已 你在责怪朕 婉姨不愿陛下 只愿自己来得太晚 让陛下的心中 没有多余的位置 这件披风 我一直待在身边 寸步不离 朕这披风 怎么会在你这儿 陛下有所不知 当年在司徒城手中救走的女子 是我 郡主你没事吧 动 郡主 你们是哪国郡主啊 我们是雍临的丸 不是 我们是雍临的茗玉郡主 是你 人刀一眼定终身 就是因为与陛下的相遇 婉姨将陛下放在心中 婉姨的心中 从来就没有过任何人 可惜事实弄人 婉姨对陛下有情 却不能跟随在陛下身边 愿离家乡复兮起 从此天涯隔一段 这些年 每当我看到这件披风 就会想起 和陛下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就算日子再煎熬 只要能够时常想起陛下 就可以支撑我活下去 不得晚夜 早已半点生命了 我从未想过 还能再次遇见陛下 和陛下在一起的这段时光 是晚夜最幸福快乐的 这一切就像是在做梦一样 可是梦总是要醒他 节夜王兄就要回幽园 我会随他一起回去 这件冰封 我不带走了 就把梦留在这儿吧 你不用走 也不许走 没有针对允许 你哪儿都不许去 晚夜不在乎宫中的荣华富贵 只想要一份平平淡淡的两情相遇 既然陛下的心中没有我 我留在这儿有何意义 好一个两情相遇 朕一直以为 当年朕一见亲信的女子是茗玉 我没想到原来是你 如今朕既然知道了 又怎么会再让你离开 立下 是朕对不起你 朕亏欠了你 朕没想到 你对朕竟如此情深 往后的日子 朕定会好好待你 你信不信朕 赫兰世灵坠 雍灵客主 赫兰婉音 素呈柔顺 弑禀会合 多闲归狐之� kang 余生亏号 木姿朝典 贺兰氏 可贵妃 谢陛下 明月 什么事啊 慌慌张张的 陛下下旨 封婉姻郡主为贵妃了 陛下宠她 给她应有的名分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可那是贵妃呀 皇后之下 重妃之上 蓁儿就不明白了 这婉姻郡主才来 怎么就被封贵妃了呢 这有何不可 富贵荣宠 生杀余夺 只不过是陛下的一个念头而已 吓死我了 这几天我都没有睡过安稳觉 你以后说话办事 动点脑子 我本以为 身为贵妃的人会是我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贺兰婉姻 你没听说吗 这位贵妃在永宁殿里 私下勾引皇上的时候 贺兰茗玉 气得要搬出永宁殿 结果呢 皇上不但封了贺兰婉姻贵妃 还赐了官居殿 你们在说什么 我告诉你 陛下现在已经不宠贺兰茗玉了 说什么 陛下知道了我的事 难道 我和茗玉之前的事 承煦 你相信我 不管我做了什么 我绝对不会有心害任何人 更不会要害你啊 你说出去了 你说出去了 我 只让你气我 我才一时口不择言 是值得让陛下听见了 以前你每年过生日 还有一个总少不了的人罢了 说着说着 人就来了 承煦 改日朕 叫雍灵 再寻个一模一样的美人赐给你 嗯 承煦 请三嫂务必帮我这个忙 我和茗玉的事 肯请三嫂和陛下说清楚 不然 茗玉的处境会很艰难 那你忘了你们现在的身份了吗 茗玉的事 你不该过问了 可是 她现在过得并不如意 我当时忍痛放手 是希望她能过得更好 可现在 她受惊委屈 如果她过得并不开心 那我为什么还要放手 你怎么知道现在 不是她要的呢 我真的很放心不下 我想见她一面 你不能见她 三嫂 承煦 我知道你担心茗玉 想为她做点什么 可对她来说 你不出现 就是最大的帮助了 茗玉的人生是她自己的 你掺和进来 只会让局面越来越乱 况且 现在陛下 已经知道你们从前的事了 你若再有什么动作 可就真的解释不清楚了 你要知道 有时候关心一个人 能忍住什么都不做 不 这才是对她最好的 你放心吧 这儿有我在呢 你就安心地去征战大梁吧 三嫂 茗玉就拜托你了 是 哥 哥 你进宫了 茗玉姐姐的事我听说了 你去找她了 我没去见她 那就行 你没有冲动行事就行 我知道你心里为难 但是 咱们现在的身份不同了 而且 如果你现在去找她的话 陛下会起疑心的 我和茗玉的事 陛下已经知道了 知道了 那怎么办 陛下 也只是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 如果她真的介意 那我也不会安然无恙地 在你面前和你说话了 那你今后就更得小心了 还有啊 茗玉姐姐的事情 你以后就不要再管了 而且你也管不了 即使你一时为她打点奔波 可她已经是陛下的女人了 你不可能管她一辈子呀 光是这个月 已经好几回了 这每天早晨的请安 总是迟到晚来的 我看她是仗着陛下的宠爱 要存心给我摆谱了 齐姐姐定是多想了 婉衣姐姐不是那样的人 我当然也想往好处想 只希望 她也 拜见贵妃 婉衣给齐姐姐请安 请齐姐姐饶恕 婉衣迟勿之罪 姐姐精神可好啊 我知道姐姐 向来有个弱症 有一点声音 就会惊醒 恐怕昨晚 没有休息好 所以才来迟了吧 是啊 婉衣 我看你最近 红光满面的 想来身子也是好多了 果然啊 这人逢喜事 连模样精神 都与往日不同了 我看你 贵妃 她怎么了 贵妃身子一直都不好 有的时候晨起 就会有头晕的症状 所以偶尔 起床晚了 去皇后那儿 请安逸就晚了 婉衣 陛下 今天去封衣殿请安 去迟了 都怪我的身子弱 太医可来看过 回陛下 太医已经来看过了 陛下 不会也嫌弃臣妾身子弱吧 怎么会呢 慢慢调养便是 陛下 好 皇后 听说 今日晚应来请安 来迟了 是有这么件事 臣妾不过轻轻说了她两句 陛下这是要责备臣妾吗 怎么会呢 朕是想说 她刚入宫不久 不懂不懂规矩 你就应该格外对她严厉些 她是陛下心坎上的人 臣妾怎么敢责备她呢 皇后这话 就有点赌气了啊 陛下 这么多年来 臣妾何时赌过气 还不是一切都为了您着想 可这几个月来 陛下除了关居殿 哪儿都没有去过 这样总是不大好吧 朕宠茗玉的时候 不是也没什么吗 后宫有你在 朕放心得很 您想想 就在茗玉最得宠的时候 她也经常劝您 到别的妃子那儿去呢 是啊 那是因为 她原本就不希望我留下 陛下说这话 可就真的是在赌气了 凭心而论 要说这做人啊 婉姻 不能跟茗玉比 确实没法比 茗玉多聪明 多会做人哪 不过呢 反倒显得 婉姻天真坦诚 没有心机 看来茗玉 说得还真是没错 喜欢她时 赞美她聪明 不喜欢她了 又嫌她聪明太过 当时怎么做的 现在 倒全变成错了 陛下 皇后 贤妃来了 路上 咪玉见过陛下 见过皇后 免礼 谢皇后 你来得正好 我跟陛下 正提起你呢 提到茗玉什么 陛下 夸你聪明懂事 这不禁让我想起 当年你陪着陛下 读书论诗的时候 他也是夸你知情识趣 与他心意相通呢 茗玉只不过是 略识几个字罢了 陛下博古通经 凶有秋贺 这心意相通四个字 茗玉实在是愧不敢当 陛下 陛下 奴婢请罪 打扰陛下 贵妃心口疼又犯了 您要不要 朕知道了 朕 这就过去 皇后 婉英是你的堂妹 她的身体 你应该很清楚 还请皇后 平日里多担待一些 依朕看 每日来请安的规矩 在她那儿就免了吧 陛下都这么说了 臣妾若是不答应 倒显得 是臣妾不体恤了 婉英现在是贵妃 朕既然给了她贵妃的尊号 她自然就应该享受 这个尊号所带来的尊荣 陛下的意思是 明日 请皇后 在后宫中下令 后宫中所有 比贵妃品级低的嫔妃 除了每日 来凤仪殿请安外 还要去官居殿请安 可是这历朝历代 都没有这样的规矩啊 朕 心定的规矩 是 陛下 如此宠爱婉英 也不知道对婉英来说 是好是坏 坐吧 难得乔淑妃大家光临 快请进吧 贵妃等着你呢 你这孩子倒是机灵 这双手生的也好 来 这个是赏你的 乔淑妃 这奴婢不敢收啊 有什么不敢收的 我给你了你就带着 让别人看见了反而不好 谢谢乔淑妃 贵妃 让淑妃久等了 我这刚进宫 很多规矩都不懂 若是有什么失礼之处 请淑妃姐姐不要责怪 您这身姐姐我可担不起 您可是仅次于皇后的贵妃 您的位分比我高呢 我也不知道陛下是怎么想的 我这刚进宫不久 就给了我这么一个封号 我到现在都觉得像做梦一样 可这陛下独宠您 可是实实在在的 这后宫之中 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呢 我是个直性子 又爱开玩笑 您可别挠我 我看这样 咱们也甭客气 我呢 确实须找你几岁 那这声姐姐 我就当然不让了 就是 这样才好 那 咱们坐下聊吧 好 好 妹妹 这不跟你接触还不知道 原来你一点家子都没有 这么可亲啊 可是这宫中什么样的人都有 可很难对付啊 是啊 像我们贵妃这么温柔 有缅腆的性子 我真担心她会吃亏 那又能怎么办呢 好在皇后和贤妃都是你的至亲 你怕什么 是我多虑了 我倒是怕他们 对我心生芥蒂啊 即便如此 那倒也不怕 只要陛下宠你 这后宫之中 就没人敢为难你 我对陛下 是一片真心 朱有一天 陛下对我厌倦了 我也只好认命 哟 这是我多嘴了不是 贵妃 淑妃这是在关心你 您这动不动就伤心 让人家心里 怎么过意地去啊 是啊是啊 那姐姐以后 可不敢再心口胡言 姐姐可别这么说 我实得好歹 这进了宫 确实什么都不懂 往后的日子 还请姐姐多多关照 多多指点啊 那有什么问题 既然我们那么投缘 我不帮你 我帮谁啊 那妹妹 就拜托姐姐了 有什么事情 我去那俩 必须要十分之后 我没有他 给贵妃请安 葵妃请安 让各位姐姐久等了 快坐吧 谢贵妃 这一早上 就让各位姐妹从凤仪殿 关居殿两边跑 是本宫的不是 贵妃这话可使不得 给贵妃请安是陛下的旨意 我们尽心尽力还来不及 又何感言苦啊 给贵妃请安是我们的本分 臣妾能借这个机会 每日得到贵妃的教导 是臣妾的荣幸 燕王妃怎么也来了 贵妃 臣妾进宫给皇后请安 见到各位都来拜见贵妃 臣妾也想给贵妃请安 就跟着各位一块来了 燕王妃有心了 贵妃今天容光焕发 如此花容月貌 难怪皇上这么疼爱贵妃 话说回来 都聊了许久了 这贤妃 还是没来啊 贤妃不是那么不识大体之人 大概是觉得 和贵妃是亲姐妹 又从小一起长大 亲密无见 所以一时忘了尊卑之分吧 明玉给姐姐请安 明玉来迟 还请姐姐恕罪 贤妃 你叫本宫什么 臣妾给贵妃请安 臣妾来迟 还请贵妃责罚 据闻贤妃向来谨慎守时 莫不是看着贵妃受宠 故意来迟 燕王妃 你也是从小在这宫中长大 毫无根据的话 说出来只会惹是生非 你 算了 不过就是来迟了而已 也不算什么大事 起来吧 多谢贵妃 坐吧 慧儿 贵妃赐座了 还劳烦你搬张椅子过来 站住 大胆 这是官居殿 由不得你在这放肆 来人 在 将这个无法无天的丫头 给我拿下 账责二十 是 救手 放开他 怎么贤妃 本宫不能处置你的奴婢吗 贵妃 如今在这宫中 除了皇上和皇后 就属您最大 想教训一个奴婢 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他会把他带下去 等等 放开我 贵妃 责罚人也应该讲道理 不知道 蓁儿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您非要责罚他呢 那还用说吗 这林蓁儿从小就胆大妄为 打本宫的奴婢 若是日后 他再惹出什么事端 必将连累到你 谢贵妃的好意 只是贵妃误会了 蓁儿对贵妃 绝无半分不敬之意 贵妃有所不知 蓁儿虽然在我身边伺候 可是她却是陛下 钦锋的三品女官 听闻贵妃赐座 主动张罗也是职责所在 我们官居殿 一下有自己的规矩 怕一个奴婢来月祖带袍 就是当贵妃的脸 放肆 你算什么 你怎么可能跟贵妃 相提并论呢 刚刚贵妃分明赐座了 就是你这个奴婢 曲解上意 兴风作浪 你知道你的所作所为 会让大家误解贵妃 会让她陷入不仁不义之中 你知道这后果是什么吗 陛下若知道了这件事 会怎么责罚你 贵妃 您救救奴婢 奴婢也不是故意的 贵妃 依臣妾之见 今日之事其实就是误会一场 蓁儿 她虽然脾气极了些 但也并没有坏了规矩 至于惠儿 更是一片忠心 护主心切 也就更没有什么错 要不今天这个事 就这么算了吧 贤妃 你说我说得对不对啊 淑妃说得是 还请贵妃定奴 把她给放了吧 把她给放了吧 你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不能给别人伤害你的机会 你若是今天出点什么事 我这以后可怎么办呀 我知道了 我以后再也不冲动了 我一定把忍字牢牢记在心里 我们在这深宫里面 只能逼得咱们自己 身不由己 我们在这深宫里面 只能逼得咱们自己 我万万没有想到 婉衣郡主会那么对你 你当初是怎么对她的 几次三番为了她 都不顾性命 她全都不记得了 姐姐 她几经波折 命运多穿 这心性有些变化 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想 今天这么一闹 未必是一件坏事 陛下 臣妾好难受啊 婉衣 莫着急 太医正看着呢 如何啊 是 恭喜陛下 贵妃她身体无碍 她是有喜了 有喜 慢点 慢点 陛下 臣妾有孩子了 臣妾怀上咱们的孩子了 太好了 贵妃的身体 现在还十分地虚弱 怀胎生子实属无异 还望贵妃 不要过于激动 太医说得对 你现在不宜激动 来 快躺下 茗玉 贵妃她 什么事啊 吞吞吐吐的 她有喜了 这宫里上下都传遍了 不认识了 那很好啊 姐姐从小就喜欢孩子 这下子有了自己的孩子 一定高兴坏了 有什么好啊 她现在都已经这样子了 要是有了皇子 眼睛还不长到天上去啊 蓁儿 茗玉 那也是姐姐的造化 我 朕见贵妃 愁眉不展 似有难言之事 你可知是何事啊 回陛下 之前 各公嫔妃 前来请安之时 同贤妃 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陛下到 臣妾见过陛下 陛下怎么这个时辰过来了 凌争儿 给朕跪下 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朕很想知道 你到底是仗了谁的事 竟敢大闹关居殿 冤枉了陛下 奴婢没有 你的意思是 朕冤枉了你 陛下 朕儿是臣妾的人 有什么话 您就问臣妾吧 朕儿 您先下去 贤妃 叫你下去 前几日 当众 让贵妃娘娘难堪 何有此事 陛下英明 相信陛下 不会只听些片面之词 陛下过来的时候 已经知道了来龙去脉吧 若是陛下 还是认为 是臣妾故意刁难姐姐 那臣妾 任由陛下处置 你向来心思敏捷 能说会道 你姐姐单纯柔弱 她自然不是你的对手 陛下 就是如此想臣妾的吗 朕曾经也以为很了解你 可现在却发觉 越来越看不透你了 你之前 对朕那是姿态作敬 始终是不敢向朕低头 既然 如此不在乎 今日又何必 用这种不入流的手段 去欺负你的亲姐姐 你于心何忍啊 朕没想到 臣妾在陛下的心中 竟是这样不堪之人 若非如此 那又如何 莫非如此 朕宠爱婉英 让你生气了 难过了 嫉妒了 若是如此 陛下会既往不救我 陛下应该了解臣妾 臣妾向来 遵守本分 绝对不会争风吃醋 陛下宠爱姐姐 那是婉英姐姐的福气 臣妾为姐姐高兴 绝不会因为嫉妒 而去伤害姐姐 此事 真的只是一个误会 如若陛下不信 当日后宫诸人皆在 一问便知 朕再问你一句 朕独宠婉英 你既不生气 也不难过 臣妾 当然伤心难过 伤心是 纵然姐妹情深 也会猜忌和误会 难过是 相守多年 终有一天 也会信任全无